插起电源220伏 这个电源220伏的话 要扔一下零火线 这边是火线 这边零线 机器的电源才能稳定 好的 220伏电源 好 停掉哦 机器到位 在位置的话 4个螺丝 总共6个地角要打下去 地角打下去 到场后把位置定好后 6个螺丝 打下去 三连体 这就是三连体 三连体的话 擦10连气管 放水每天放1至2次 液压油每月加1至2次 这就是三连体 擦10连气管 10连气管擦下去 然后这边放水 一天检查一次至2次 放水 这边加液压油 一个月还是液压油没的话 可以加我们自私机的液压油 这边拉起来的话 可以加紧压 这边是总气压 机械总气压 然后按下去 光调 OK 开启开启开关电源后 同时开启温度开关 注意要工作时升降器刚保险 拿出停工时升降器刚保险插入 啊 就是这一个在家开机的话 要加一下 这个加温度 减温度 啊 然后我们在设置是 我们是270度 啊 这边是个位属 在这边 啊 啊 加啊 270度 这就是设置的温度 啊 啊 好 拿掉 不要螺化插下去 啊 开开机的时候 啊 开机的时候 啊 这边加鞋温度 开起来 开起来 好这个机厅 开起来 开机厅 啊 啊 呃 这行程开 这行程开关 呃 就取决于这个 这个磨剂整个一周的探影时间 呃 这一个松开的话 拉前拉后 呃 取决他这个磨剂 撞一抽 停 结束动作 啊 碰到行程 刚刚结束他一周的动作 嗯 这个油缸 这个是控制这条气缸 这条油 牙条走过来快慢的速度 啊 就以这一条来控制快慢 啊 就这一条 打开是控制啊 啊 啊 好了 磨剂退回速度可调气缸尾端 截流阀 呃 这个截流阀 这个截流阀 控制 控制这个磨剂 倒回来的磨剂 快慢 倒回来快慢 由这个后面的截流阀 来控制 啊 就是这个磨剂倒回的空 啊 下来的压力啊 升降气缸加减压啊 下来的压力的话 可以是让我们调这边模式 啊 这个往上 往上扭的话 就加压 往往下干下来的话 就减压 啊 这个模式 啊 所以 往上就加 往下就减 就 调这一个啊 啊 压力的大小 取决于上面的螺丝 把这四个螺丝把它松掉 六 总共六个螺丝松掉 这磨剂就可以拿开 啊 然后磨剂 我们的图案 如果图案 要 烫下来高低的话 可以调这四个螺丝放手后 这个螺丝 就可以往前拉 还是往后拉 就根据我们烫出来的图案 高低 来拉这个磨剂 下面这两个螺丝 就是拉出磨剂的 就是拉出磨剂的 哇 我已经好后要拿来平心中了 平心中了 好 好 好 这个 产品烫出来 这个对 对付整齐 高低 它这边高这边低 可以调这边 这边螺丝 这叫偏心轮 偏心轮的话 内溜角把它松开后 就往高拉 还是往下拉下来 这个平心轮 往上拉往上调的话 就能够取决它的 对齐度 出现这个头头 大大这边小 或这边开口大 这边开口小 可以调节这个追路板 这个追路板 把它松开后 松开后 要记得这个叫人 叫人拿一下这个 一定要叫一个人拿一下 然后来调外这个绑 往这边 轻轻的打下来 或者是往这边打上去 就能够取决 这个图案 大小头 大小头 它整个要开大 还是整个要开小 整个口 这个觉得要开大 还是开小 这个放松的这个 这个站立螺丝 这个站立螺丝加紧的话 锁紧进去的话 它这间隔就变小了 如果这往这个放出来后 间隔就缩框 然后这一个的话 也可以调它的整个末 会不会皱 一条像头发一样 摊出来皱纹 也可以调这一个 拉紧拉松 这一个作用 这个胶轮和这个磨剂一样平 如果不平的话 调这四个螺丝 电炉的四个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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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调节它的 它的整个电炉 它这一个平衡度 它这个平衡度 好 这个架要伸下来的话 放下来的话 这三个螺丝 松掉 这个松掉后 这边松掉后 这个架 接着要整个伸上来 伸下来 这个放松后 放松不要全部放出来 放松后 这边扭上 扭上扭下 这个架子 整个架子就可以上 而是高 这三个螺丝 三个螺丝 三个螺丝放一点就好 不要全部放出来 松一下就好 会松动就行了 会松动就行 然后就可以放松 放高 这一边 下面不要松 松这一边 这个松掉就好了 放墨的话就这样子 要这样子来的 这个摩托方向 这样 这一个 汤黄 然后这一个螺丝放 把这个锁下去 放进去 这个锁下去 这个磨的表面是正面 要这样子拉出来的 不要拉绑 然后穿成这边过来 这个拉下来 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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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要加了 加了 还有吧 好 好 光机的时候 光机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胶轮还会不会撞 还不会烧的烧坏胶轮 开机和光机都要看胶轮会不会撞 然后光机一个小时后 胶轮就会自动停掉 光机的时候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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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掉吧 是呀 漂亮